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下的金融种子 一百年前 他塑造了美国的崛起 今天 他是一张洒向世界的金融之王 这张王强大与脆弱 光明又黑暗 这张王既能让经济加速 又能让经济窒息 他就是 华尔街 华尔街 911 恐怖袭击造成了纽约事贸中心的倒塌 强大重力也大面积摧毁了地下建筑 在索拉诺夫人所提到的那条地下裂缝中 一个古老的建筑物呈现出来 华尔街 华尔街是英语沃斯追特的中文语音 它起初就是一道墙 是由最先来到这片土地上的荷兰人建立的 华尔街的历史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纽约的历史 华尔街墙的建立与消失 以及后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都在着力塑造着纽约这座城市的性格 911之后 很多金融机构搬离了华尔街 索拉诺夫人却来到了这里 她的办公室就是在美国第一任总统 乔治华盛顿举行就职典礼的联邦大厅内 索拉诺夫人现在的工作 是寻找发现纽约早期移民遗留下的印记 还原他们为这座城市做出的贡献 索拉诺夫人的工作 首先就是从寻找华尔街的墙开始的 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中 寻找400年前的遗迹 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好在索拉诺夫人的工作 得到了纽约市政府 和很多纽约人的帮助 这其中也包括她的丈夫 山姆·罗伯特 山姆·罗伯特先生 是纽约时报城市版面的首席记者 对纽约这座城市 有着直接深入的了解和独到见解 这次公司那里有关通 是一种人者说 是中文化的作用 我们经常在里面 荷蘭是世界著名的低地國家 這個國土面積只有四萬多平方公里的臨海國家 有四分之一的土地處於海平面之下 特殊的地理環境限制了荷蘭農業的發展 荷蘭人除了危海造田 增加耕地外必須開闢另外的生存之路 從十三世紀開始 喜歡穿木鞋的荷蘭人把目光投向了海洋 開始從事海上貿易 現在的阿姆斯特丹港 是全球最先進的港口之一 其實早在四百年前 阿姆斯特丹港已經擁有了現在的地位 荷蘭人正是依靠這個優良港口 把阿姆斯特丹逐漸發展成為 全球最大的商品貿易集散中心 並把荷蘭帶入了近代史上 率先崛起的大國之列 在1581年 荷蘭人擺脫了西班牙帝國的統治 享有獨立主權的荷蘭共和國 從此出現在歐洲版圖上 新生的荷蘭共和國 所以我們想要去擁有危險 我們想要開始自己的商業 我們想要開始自己的商業 但对航海的兴趣并没有减退 由于当时来到荷兰的移民 越来越多 导致了市场竞争的加剧 荷兰人必须要把他们的贸易 延伸到更远的海域和国家 向海外扩张 已经成为必然 远航的梦想 让荷兰人的造船业得到了飞速发展 到十六世纪末 荷兰人制造的帆船 具备了远航的能力 喜欢制作工艺品的范斯特 要把他的帆船送入坪中的海洋 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就是要让帆船顺利地通过瓶颈 而当时荷兰的海上贸易 也正经历着这样的瓶颈 荷兰贸易公司虽然数目众多 但规模较小 他们都无力承担 远洋贸易所面临的风险 但是这些发展 你需要很多钱 带船来到另一个国家 带船来到银贸易品 但它也可能会被捧场 或是失败 或是走到沿岸 然后你失败了你的钱 因为船没回来 和你希望之后 荷兰人如何突破这个瓶颈 化解远洋贸易带来的风险呢 在阿姆斯特丹 即将诞生的股份制公司 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 股份制公司就像绳篮一样 每条绳篮都有无数根 纤细的麻线组成 虽然每根麻线 都不可能单独拉起风帆 但是将它们缠绕在一起 将弱小的力量汇聚出来 就会变成坚固的绳篮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的英国 已经诞生了股份制公司 但那只是在严格等级制度下 由几个大股东组成的公司 而在自由平等的荷兰 是为所有人准备的 无论是贵族 富翁 还是平民 甚至仆人 都可以成为股份制公司的股东 大家一起承担风险 领共享收益 1602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来自全国的一百多家贸易公司 成为股东 并通过设立在荷兰六个海港城市的办事处 开始面向荷兰公众 发行价值650万荷兰顿的股票 其中在阿姆斯德丹发行的股票数量 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 股票的公开发行 使东印度公司迅速完成了 远洋贸易的资金储备 如果没有这些有限责任的安排 就要让普通的人 把赚来的钱交给素不相识的人 去使用的话 那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发明 可能是世界过去五六百年 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一个方法 简彭加德博士 正在看的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的 世界上的第一只股票 它的诞生改变了世界 英国 美国等西方国家 正是利用荷兰人创建的这种股份制形式 通过公开发行股票 将分散在公众手中的资金汇聚起来 开启了人类社会最复活力和创造力的 工业文明时代 股份制一直沿用至今 并且是当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 企业组织形式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办公大楼 现在属于阿姆斯特丹大学 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有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从这里毕业 这个房间是召开毕业典礼的地方 无论是对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毕业生 还是对以前东印度公司的船员 这里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房间是部门主席的部门主席 人们想要去一部门主席的旅行 作为船员或是兽典 他们必须在前面的部门主席 他们会被试图在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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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来很长的步 这是他们最终的步 他们会过来很危险的旅行 我当时就在这房间的部门主席 我认为我同样的感觉 人们在17世代的旅行 开始一旅行的旅行 东印度公司成立当年 他们的商船便开始扬帆远航 是向遥远的东方 在此后的200年中 荷兰东印度公司 向亚洲发出了近5000船次 将大约100万欧洲人 送入与亚洲的贸易之中 有超过250万吨的亚洲物资 被运回欧洲 股份制组织形式的建立 使荷兰东印度公司 持续经营了200年之久 成为一艘跨越世纪的 不成航 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第二年 世界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在阿姆斯特丹成立 荷兰人把对东印度公司 远洋商船的期望值 具体体现在了股票交易的价格上 十年之后 远洋航船终于满载而归 拥有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人 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受到东印度公司成功 其他荷兰公司 也开始效仿东印度公司 面向公众发行股票 进行商业融资 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 在阿姆斯特丹诞生了 它的建立让资本更加有效地流动起来 现在世界各地新罗 面部着大大小小的证券交易市场 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 已经超过了60万亿美元 从650万荷兰顿到60万亿美元 资本市场经过400年的发展 已经汇聚成资本流动的海洋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在历史上完成了许许多多的创新 期权 期货 保证金交易 股指交易 卖空 这些在现代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概念 全部诞生于此 甚至 每天早晨的开市钟声 也是最先从这里敲响的 如果企券从17世纪 会有一个显示 在400年之后的发展 我认为他们很羞愿 因为他们在400年之后的系统 仍然存在 9、4、3、2、8 1609年 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亨利·哈德逊 开始了中国执行 这将是一次冒险的旅程 因为他担负着为东印度公司 开辟新航线的艰巨任务 在驶出阿姆斯的单港后 哈德逊的航船 奔向了荒无人烟的北极 经过了五个月的海上漂泊 哈德逊的航船却南辕北辙 驶向北美大陆 Henry Hudson was trying to go up north via the north pole via the northern part of Russia and going down to China but he got stuck in the ice so he should be going back to Amsterdam but he didn't do so he found he was trying to find a new way and he thought maybe if I go up to North America and I find a new way a new sea route and that will bring me to China 就这样 哈德逊船长来到了现在的纽约 并进入了一条河流 he found a river the Hudson River but luckily enough it wa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and smaller so he decided to go back to Amsterdam and tell the news to his commissioners he didn't find a new sea route to China 索拉诺夫人现在遇到了 与哈德逊船长当年同样的问题 她无法达到她的目标 仅靠纽约的信息 寻找荷兰人留下的印记 是非常困难的 但她也和哈德逊船长一样 收获了意外之喜 哈德逊船长的坏消息 对于当时的荷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 却是一个绝好的消息 因为荷兰的海上贸易竞争对手 英国和西班牙 已经在美洲大陆有了殖民地 荷兰人也正在试图开拓北美市场 于是1621年 荷兰人成立了新的贸易公司 西印度公司 垄断北美贸易 五年之后 西印度公司 用价值六十荷兰顿的布料和事物 从印第安人手里 换取了曼哈顿的土地所有权 这在荷兰历史上 被称为最成功的一笔交易 其实当时的曼哈顿还是一片荒芜之地 没有人能够想到 它会发展成为现在寸土寸金的国际金融中心 海梨皮并不是这里唯一的财富 随着贸易的扩大和商人的增加 荷兰人在曼哈顿南端建立起了永久性定居点 就这样一个新的城市诞生了 它被荷兰人称为新阿龙斯特丹 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和人身安全 荷兰人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北面修建了一道墙 华尔街的历史也正是源于这道城市的围墙 他们將新阿姆斯特丹在新阿姆斯特丹 unlike many of the other American colonies which were founded for religious reasons the Puritans came to Massachusetts the Catholics came to Maryland the Quakers came to Pennsylvania in order to worship God as they thought they should worship Him the Dutch came to New York to make money no other reason they didn't even get around to building a church at all for 17 years and they made an awful lot of money that spirit is still in New York very much New York is the most commercial minded city in the world 当其他西欧国家的移民 还在将北美殖民地作为逃避宗教和政治迫害的避难所时 荷兰人已经将新阿姆斯特丹 变成了北美大陆最大的商品贸易市场 and that is what made it so unique made it so distinct and I think also shaped the character of New York the city and New Yorkers it was all about coming her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mon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ucceed on any number of levels and I think that's why so many immigrants followed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Dutch because it was the sense was that here was a place of opportunity 新阿姆斯特丹 不仅秉承了阿姆斯特丹的建筑风格 更重要的是城市的性格 这里宽松的经济 宗教环境和包容的人文气息 同样在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 新阿姆斯特丹的建立 是荷兰人成功开辟了北美贸易航线 与此同时 他们的商船也终于到达中国 彻底打开了东方贸易通道 由此 荷兰被称为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 阿姆斯特丹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 阿姆斯特丹档案馆存放着那个时期 各国商人在阿姆斯特丹从事商业活动的记录 简彭加德博士一直在研究这些古老的记录 他从中发现了怎样的秘密呢 这些古老的记录 是关心的设备 几乎的名字 几乎的质量 几乎的账果 它真的有划算 因为这些人 都来自全国的维隐区 到阿姆斯特丹 做商业 我认为你必须有很多信心 在这种行业的信心 在看这些书类 看这些纪录 人们都相信在一起 这真的很惊喜 在阿姆斯特丹形成的良好的商业信用 为解决商业活动中 一个重要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当时 各国商人带着本国货币来到阿姆斯特丹 但不同的货币是很难做生意的 那么必须要有一个 让所有商人都信任的机构 将不同国家的货币 兑换成一种通用货币 于是聪明的荷兰人 又给这个世界带来了 另外一项重要的金融发明 另一是资金系统 交易资金系统 你可能说是资金系统 阿姆斯特丹档案馆 因为阿姆斯特丹档案馆 以前就是东印度公司银行的办公地点 荷兰人不仅成功解决了 不同货币流通的障碍 而且开创了支票和资金转账的系统 抵造了现代银行的概念 此时的荷兰人 已经通过第一只股票 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 和第一家现代银行 把金融推入了人类以前 从未到达的现代金融领域 国外资金的大量涌入 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空前活跃 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了第一个世界性的金融中心 但荷兰人在最先享用现代金融成果的同时 也最先尝到了与之相伴而生的苦果 金融泡沫 从此泡沫一次成为经济领域的专属名词 玉金香 是十六世纪末从土耳其引入荷兰的 荷兰人很快就喜欢上这种色彩鲜艳的花朵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 玉金香的价格飞速上涨 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 一直较为名贵的玉金香 相当于四只公牛的价格 大大超出了它的内在价值 此时的玉金香 已经不再是作为观赏之用 而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投资产品 对财富的狂热追求 让人们不惜卖掉土地 珠宝 房屋 或者向银行贷款来购买玉金香 1637年玉金香泡沫 终于破裂了 有些品种的郁金箱价格 甚至狂跌到了最高价位的千分之一 这期间导致了千百万人倾家荡产 也导致了许多银行的破产 这是人类历史上爆发的第一次金融危机 也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 最糟糕的一次创造 一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 金融泡沫仍然是现代金融体系的 一部分 现在没有多少荷兰人 把金融危机与郁金箱联系在一起 简阳每天都会把一束郁金箱带回家 送给他的妻子 这是很多荷兰人的生活习惯 郁金箱泡沫飘散之后 郁金箱给荷兰人带来了真正花的方向 现在 荷兰是种植郁金箱最多的国家 拥有全球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 荷兰人所创造的现代金融体系 也已经随同郁金箱一起飘向世界 他成就了英国的崛起 美国的强大 也成就了伦敦和纽约两个新的世界金融中心 马丁高瑟琳博士 近来一直往返阿姆斯特丹与纽约之间 他正在帮助阿姆斯特丹市政府 在纽约举办一个展览 展现两座城市的特殊关系 这标准创造是由1666年 这是最古代的摩盘 在旁边的湖上山奎 还很专门的今天 这一个正确园 今兴论的地方 它还以为金箱园 这里您的物业在2012 是从迸到迸到迸 这个石园建造了 成的面园 越南人群的攻击 越南人群立了 越南人一靠这堵墙 挡住了印第安人的进攻 但难以挡住 英国人的海上进攻 为了争夺海上霸权 控制贸易航道 1652年 英核战争爆发 战争在英吉利海峡 和两国控制的直路地上 同时展开 结果 荷兰两线溃败 1664年 英国人占领了曼哈顿岛 英国国王将新阿姆斯特丹 更名为新约克 就是现在的纽约 随着英国人在曼哈顿岛 控制范围的扩大 那道起初用来防范避体安人的墙 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它被推倒后 改造成一条城市中的道路 被称为华尔街 Wall Street had anything but symbolic value If you argue that the wall fell in part because it was no longer practical many people had moved north of it then I think, again, metaphorically that's what a stock exchange that's what commerce that's what business was all about it was pushing boundaries and exploring new ideas 光荣革命 是英国议会 与英国国王进行的一场权力斗争 光荣革命 标志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开始 英国王室 从此以后不得随便征税 不得干涉法律 不得干涉议员的选举 What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changed essentially was taking that decision these financial decisions away from the monarchy and putting them into parliament essentially the people although, you know, as I said democracy is a long way away full democracy so it's at that point and it's following that that property rights are more secure and people are more prepared to take some financial risks 光荣革命后 英国政府的财政 与王室的财政分开 英国政府发行的债券 变成了英国国债 而不再是王室的债务 因为有了议会做保证 英国国债的信誉度 大大增强 成为伦敦金融市场 交易量最大 最活跃 最受欢迎的证券 金融市场的活跃 吸引大量的商人 与银行家们 从世界各地 将资本输送到伦敦 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心 开始向伦敦转移 1694年 伦敦商人们创建英格兰银行 帮助英国政府发行国债 英格兰银行的成立 使国债的发行量 迅速增加 这不仅为伦敦金融市场的发展 提供了大量可供交易的证券 更主要的是 为英国的海外扩张 筹集到了充足的军费 Applause With enough money they could actually maintain a very large navy and therefore fight successful naval wars throughout the 18th century which built up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refore built up British trade as well so it had a big effect in accelerating Brita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just the resources 在接下来的200年中 英国人对外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些战争全部都可以归结为 英国进行海外扩张的殖民战争 其中包括19世纪中期 给中国人带来伤害的两次鸦片战争 在新的金融体系的支持下 英国警队成为真正的海上方法 几乎控制了全球所有的海上贸易通道 英国商人们也随着殖民地的增加 和海上贸易的扩大 而获得丰厚回报 包括19世纪通通风格 There were a number of banks established in London in the 18th century by people who came from abroad Well the Rothschild family was significant in the 18th century at that time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Joint Stock Bank this was a private bank 在英国金融中心鼎盛时期 诞生了世界金融史上重要的一个家族 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英国总部 坐落在伦敦金融区的黄金位置 这家有着200年历史的私人银行 一直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拥有 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早新生于法兰克福 以后老罗斯柴尔德把五个儿子 分别派往欧洲的五个国家 其中他的第三个儿子内森 在英国伦敦建立罗斯柴尔德银行 随着英国的崛起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中心也转移到了伦敦 并以伦敦为中心 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银行 中国洛杂所建立的 非常合计的 坦白色的第一十分军 全是一约一路之间的 广大陆也是一路的 移动本身已经接受了 广大陆也就在 他们自己地图了 其他人接受了 在正常运的约事儿 或是在其他我们组地图了 我们全部的约事儿 但是实际上的路 是发生的 最终里的 十九世纪初 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日益国际化的伦敦债券市场 已经扮演着主导角色 老罗斯柴尔德反复告诫他的五个儿子 如果你不能让人们爱你 那就让人们怕你 的确 人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恐惧 超过对他们的热爱 罗斯柴尔德五兄弟联手 在欧洲部下的银行网络 到十九世纪中期 统治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 如果我回头来看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中国的200年代的投资 我会说罗斯柴尔德家族 世界上的国际 所以商业联系统 人们开始讨论了国际金融 通过国际金融市场 罗斯柴尔德家族 工业 贸易和金融中心 当时40%的国际贸易 以英镑结算 英国的海外投资 占到了西方列强对外总投资的一半以上 正是在这个时期 英国议会把中央银行的职能赋予了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成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在19世纪之后 英格兰银行成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国债发行权力的改变 跨国银行的出现 中央银行的诞生 英国人从光荣革命开始 经过了160多年 终于把现代金融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并推向了世界 纽约 这个原本就融入了荷兰现代金融理念的城市 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华尔街的兴盛 正是从发行美国国债开始的 1783年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 虽然摆脱了英国的统治 但在金融上 却几乎复制了英国的现代金融体系 英国是政府投资建了起了中央银行 美国也是 英国是政府投资建立了股票交易所 美国还是 1803年 英国投资人持有的美国股票 占美国总市值的一半 大约是3200万美元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到1900年 新兴的美国取代了英国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纽约取代了伦敦 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 也超越了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建立起新的金融帝国 这个人是不连事的 这已是在 New York远 这个地方是预复的地方, 那是北京那里的地方多可以比较多多的 New York今天 изб了多出奇还会比较多哪个国家都吸引了移民 仔细的民众比较在地球尽所在的当时 然后职业的成绩在在贡钱 这因为这种感染的重点 我不认为我认为你也可以看到 在任何其他地方其他地方 可能是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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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拉诺夫人终于完成了 对纽约早期移民遗留印记的寻找发现 她将八处主要印记连接起来 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图景 正是一枚哈德逊船长引领的航船 开启了纽约的历史 并给纽约送来了包容的文化基因 这种基因一直延续到今天 有人说纽约根本没有纽约人 那里就是一个世界 荷兰移民从阿姆斯特丹带来了股份制 股票交易所和货币汇兑银行 来自英国的移民 从伦敦带来了国债 跨国银行和中央银行 这些现代金融的种子最终将纽约塑造成为一座资本之城 二百多年前 这里曾经是美国最早的政治中心 一场思想交锋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二百多年来 华尔街与华盛顿展开了怎样的交锋和博弈 政府与市场融合划分权力的边界 进行收看华尔街第三集 两条道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